七亿八千万元没有还呢 结果开了一千四百桌的尾牙 这边有七个小朋友 加一加呢总共只需要两万八 能不能够让他们到 这个台北易游 这个北部旅游梦啊 其实现在是在准备毕业旅行了 但是高雄市这七位国小的朋友呢 筹措不出来三天两夜 一共一个人四千块钱的旅费 现在呢志工妈妈决定 亲手做草莓大福来义卖 大可咬下草莓大福 新鲜的红豆饱满香甜 桌上的草莓大福不只好吃 还要拿来做爱心 有一个人就算是出这一笔钱 也不是问题 但是呢我们是不希望说 用少数人的力量 我们是更希望说 能够抛砖引玉 教室内的义工妈妈 有人手上是拿着草莓 有人用力搓揉着面团 还有人把大客的红豆馅料 塞进面团里 高雄市新兴国小即将毕业旅行 有七位家境清寒的小朋友 付不出三天两夜 四千元的旅费 同学们决定大家一起来 筹筹旅费 卖草莓大福 家里没有办法提供 让他们去毕业旅行的费用 所以如果没有 这些义工妈妈的帮忙 他们可能就不能去 想要全班一起去玩一下 对啊 收工六百块 六百块啊 只有些是零钱 五年级的学生 拿着班上筹筹来的六百元 要来做爱心 大家齐心协力 草莓大福 一个上午就卖光了 顺利帮七位小朋友 筹到毕业旅行的费用 完成去毕业旅行的梦想 专门新闻梁家 文学会文 高雄才报道